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2020花莲太平洋重古马拉松赛事 5号一早是在美轮田径场热力登场 清晨6点不到 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 不为寒冷的低温 跟着健身教练做起了暖身操 在6点30分一到 准时明枪开跑 将近8000人的分组 依序从193县道出发 沿着两坛自行车道一路的往南 享受台湾最美赛道的山海美景 清晨6点不到 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 来到美轮田径场不为寒冷低温 跟着健身教练进行暖身 在今年的2020太平洋重古马拉松 总共吸引到将近有8000名选手报名参加 但是受到台铁交通中断影响 估计有千人因此无法出席 那相对于花莲的交通过去一向就是如此 那还好有我们书花改的完成之后 能够让我们一些替代的方案 能够迅速的来完成 那过去花莲只要公路一段 可能造成家人要回来 就只能剩铁路 那如果说铁路在断的话 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花莲有一些 另外的交通网络能够持续的来做相关的改善 台铁运输中断让不少民众的原定行程打受影响 但其中有一对来自台北的真心兄弟 为了和朋友履约想尽办法都要来到花莲 后来因为喉童就没有车了 所以我们后来就直接搭Uber 然后就直接包包到花莲 然后花了一千 花了四千多块钱 终于能到这里 到了就好 贱辛万苦一波三折 六点半一到准时铭枪开跑 将近有八千人的分组 依序从193县道出发 沿着两坛之行车道一路往南 除了包揽台湾最美赛道的山海美景 在各据点休息站 更是有烤乳猪 汤阿鸡等在地美食 让跑者们沾不绝口 很好吃啊 很好吃 今天很好玩耶 鸡腿转身耶 赚 赚 赚 那今天的活动 那我们是汤阿鸡 汤阿鸡跟烤乳猪也都非常多年了 那也变成说其他的赛事也争相来做相关的一个烤乳猪的活动 每一个赛事都有它的特色 那我们希望说营造出属于花莲自己的特色 让花莲最在地的热情迎接每一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观光客 还有跑者 虽然受到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 但马拉松赛事并未受到影响 报名资讯从7月份推出就有近8000名选手报名参赛 创下这项赛事的记录 虽然交通有些不方便 但也交不习跑友的热情 记者徐丽晴 花莲室报导